是Winnie 就是Winnie Winnie Winnie也是要射弓箭的 不是 怎麼穿得很像啊 請問您是 我是學和氣道的 和氣道厲害了 和氣道那個誰最厲害了 那個演員 史蒂芬希格 史蒂芬希格是和氣道 是和氣道 我跟你講 你跟他弄不看 打死你我跟你講 真的 和氣道練多久 大概兩年 當初怎麼會練和氣道 當初是因為我朋友 他在學和氣道 那時候他就邀我一起去學 就問說要不要參觀一下 就過去參觀的時候 發現就還蠻有趣的 就接著去學 而且我看過你們比賽 你們比賽還蠻有一點表演性質 對 其實和氣道並沒有正規比賽 他們都比較算是比我 對 就像我們有沒有這樣帶過來 然後他一個招式 他就翻了 那他是怎麼樣 他是我先讓你摔 然後再來你讓我摔一下 沒有 就是你一直讓我摔 沒有 你 你 對 什麼黑道 黑帶 黑道 黑道 真的 就他拖下來 自信真的 黑帶喔 你有沒有露出來了 你看 黑帶 和氣道的黑帶就是比較 是粗段 散了粗段 那他比較高段的是 有八種顏色 八種顏色 對 最厲害是什麼 最厲害是綠色 綠色 如果是道主的話是灰色 真正道理極限的 灰色的 灰色 灰色地帶 好 那練這個 身體的那個負擔很大嗎 其實不會 像我個子比較小 然後我那時候學的 剛剛學的時候想說我負擔會比較大 但是發生學的時候 我身體反而變得比較好 可以 那還有加上可以學一些 防身術 像對女生來講的話 就是滿適合的 那你們這個練習裡面來講 就是主要著重於什麼樣子 主要是結合了 關節肌 利用關節的地方來壓制 折斷對方 對 壓制對方 沒有我們 因為好幾大 什麼沒有 席科先生都是把對方所折斷 要不然腳折斷丟掉 比較是屬於乙柔克剛的 比較溫柔性的 你不要騙我 你合一合 他們這種不一樣 他是以壓制為主 他不會去傷害 不會去傷害對方 他不會覺得你死子是折斷 很合氣喔 你看 席哥每一招都是 席哥每一招都是把你手弄斷 對 今天是現場想扁誰 請我們的助教 我跟你講 你這種來賓我最喜歡 不要弄到折斷 示範就好 還是想折斷 我們這邊有人可以折斷 可以 他手其實已經快斷了 他已經斷了 就給他斷了 那手就不方便 可以把腳踹斷了 腳可以 那我們還是來表演 因為大家對合氣到來 還是比較陌生一點 我們來看看你們正式比武 是什麼樣子好嗎 來 請看 預備 請開始 我的手 天啊 你打到外面了 你打到外面了 是 對不起 這樣就可以了 只能三招 對 再下去照不住 沒有 不是他 是他照不住 我有問題 請說請說 是不是一定女跟女 男跟男的 不一定 比賽的時候 他摔過身高180的男生 真的假的 我不相信 可能他比較高大的時候 你很難抓到他 蔡先生 我們這裡不相信 就是要上來逼 對啊 你跟他逼 不要 你跟他逼 我只是好奇 詢問一下 對 就是那個 對啊 他講的也對 那怎麼分 你們分量級嗎 對啊 比如說有一個很胖的 那你怎麼跟他 怎麼摔 對啊 之前我有遇到一個 比我高180公分的人 那因為我個子比較瘦小 所以我就利用就是 他的空隙去 去自在我的空間 讓他用關節劑的地方 讓他壓制他 其實他們這個有點 跟太極拳有點類似 借力死地對不對 對 並不是用蠻力的 那你男朋友會不會 合肩膀 不會 那他對合肩膀有沒有興趣 他有 可是他還是 對籃球比較有興趣 是是 因為你不准他學嗎 你有沒有摔過他 有 之前有 有 我之前有摔過他 好大 當作練習對象 你兩個戀愛 把人家摔著面子進來 就是 昨天我要去哪裡 說不說 因為當要練習的時候 我就找他當練習的對象 好慘 好慘 當你男朋友真的 好幸福喔 上 你練 你一個禮拜花久 對 一個禮拜花久 他練兩年了 他男朋友上次打籃球 是兩年前 因為幾乎都在受傷 你知道嗎 那如果有一個 合肌到很厲害的高手 長得很帥來追妳的話怎麼辦 就讓他 先讓他 唉唷 妳講得好開心喔 先過招一下 唉唷 唉唷 結婚了有意見喔 這個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很可愛 這個是他剛剛那個 門對不對 門被鎖住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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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在怎麼樣 妳跟著搖幹什麼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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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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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喔 等一下 哇塞 妳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第一聲音太久了吧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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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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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幹嘛 妳可不可以不要連續 沒喔一下跟我走對是不是 唉唷 唉唷 救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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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很精采耶 不是 那個剛剛是A片 喔 喔 不是 就是我被嚇到的時候 會失語症 沒辦法講話 然後就從來 因為我沒有玩過 妳喜歡哪一種劇本 是搞笑的還是那種感人的那種 搞笑的 搞笑的 那很適合啊 我們啊 因為我之前有進金星當實習生過 有喔 金星耶 金星啊 那個 風水 風水有關係啊 有關係那個節目 是 所以妳有進去過 實習 有有有 結果後來怎麼離開的呢 實習結束就要換一批實習生 又是妳耶 又是妳 又是妳 過來 花多少錢的疾控 過來 我家是旅館是不是啊 大哥不要生氣 大哥不要生氣 因為那時候剛好就是 當維中老師要看他家的風水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我接到那一批 妳是製作組的 對 他是個實習生嘛 我怎麼覺得 怎麼可能 沒有印象 他有跟你搭訕過 他問我製作人說我是誰 然後他說叫什麼名字這樣 所以妳有搭訕過啊 妳怎麼會沒印象 製作組的也要把 妳真是 不好的啊 不好啦 我沒有 我應該是因為禮貌 因為這個 因為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我認識 因為是我們自己公司的啊 出自於這個有禮貌嘛 因為新來的 對啊 沒看過我一定要問說 請問小姐 對啊 因為總不能說 欸 那個小姐妳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要知道一下名字嘛 後來也知道名字嘛 對 他應該忘記我記得 那個開期啊 開期嘛 沒錯 開期 是 所以不是嘛 所以沒有太一回事嘛對不對 安全下座 不是啊 我就會製作人 我會去問製作人 製作人什麼 他確定有啊 確定有什麼 他有怎麼樣 他有 就是製作人問說 他怎麼跟你打刀 然後是跟其他人打刀 張立東 一見兩見也就算了 對不對 張立東 今天錄影已經幾次了 請滾翻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這樣講就是太抬舉他了 對 你成為民接班人喔 不是啦 真的嗎 7 我滾這麼爛 我來公司 謝謝你 我們來公司 等我 不想像 你的 他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